921飛彈射程1000公里 可執攻中國三峽大壩 戰斧巡弋飛彈屢屢在美國軍事行動中擔任關鍵的打擊角色 面對中國威脅台灣也發展類似的裝備 戰術性暗置火力壓制飛彈外界稱為雄二一 很遺憾的他從來沒曝過光 只知道次音速款的是以雄風二型反艦飛彈為基礎 超音速款的是以雄風三型超音速反艦飛彈為基礎 也有意說是用天空防空飛彈去進行研發 無論如何這兩款都攜帶傳統彈頭 有效射程約600至1500公里 可打擊中國東南沿海重要的軍事目標 甚至也傳說可以直接攻擊三峽大壩 高科技的飛彈這個還沒有正式曝光過 但是網友軍事迷真的是太厲害 難道真的就是連國防部要去試射熊二一的飛彈都查得出來嗎 這個新聞老實講其實我之前在網路上已經看到 在之前已經看過了 那當然這邊我要先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老實說我覺得這是我們國軍國防部 他是一個數位相機跟手機相機的一個受害者 真的啊 因為太進步了 真的 這樣到哪裡都可以拍嗎 對 因為以往來來你可能在路上剛好看到一個東西 只是你手上沒有相機 就沒辦法拍 所以以前可能常常跑來跑去 那現在 你一看到對不對 包括行車記錄器 包括手機拿起來就拍起來了 跟在後面拍就是 對 所以這個才會有現在這樣狀況 所以老實講國防部可能也蠻委屈的 真的 這樣是蠻委屈的 以前常常跑都不會被發現 現在不小心被發現 那這次為什麼會這樣被發現呢 是偽裝態不像嗎 倒不是 這個我覺得是科技進步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新聞裡面它的這個畫面 其實這是Google的 Google 20它的衛星照片 那從這裡面你會看到其實這個網友他非常的清楚 他能夠做這個東西 那這個就牽涉到一點就是說 以往我們會覺得說是政府機構或者是軍方人士 他們會有所謂的這種叫做判讀能力 因為我們一般看真照的話 不管衛星或偵察機的話 你一個照片照出來之後 其實你要能夠去判斷 說這個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一般人看了一個衛星圖 可能就說 這是個房子 這是什麼 還看不出來 對 這是道路 這是什麼 你看不出來 可是知道的 懂 門道的人他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大概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說 這一張照片你會看到他跟你講出來說 這邊一個是資電的中繼車 然後這個是飛彈車 還有掛彈車 然後這個是飛彈車 然後這個是也是飛彈車 那這個是指揮管制車 還有這個是賓士的拖車頭 哇 都看得出來 對 所以就是說我們在看 如果說不懂的人你在照片上你看 你一定覺得這是一個長條狀的東西 可能是房子 可能是什麼 那你不曉得 可是知道的人他一看 他說他能夠給你區分出來 這是什麼東西 那這個就代表就是說 從衛星照片上你要能夠判讀 當然這個我的判斷是說 他之前應該這位網友他有看到 這些車廂就包括像我們看到這張圖 這個是所謂熊二一飛彈 他的指揮管制車 那我們看這張圖事實上 他可以看到他是在車上 就是剛好開在他旁邊的時候 把他照下來的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在網路上已經看過說 這個指揮管制車長什麼樣 然後飛彈車長什麼樣子 然後飛彈車長什麼樣子 包括像這個裝彈車 裝彈車其實它也是用一個雷諾的 雷諾卡車的車頭 坐著卡車 這個照片事實上網路上也有看到過 所以你看了之後 你才能去判斷說 這個很像 可能是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這整個衛星的它的位置 就是說它可能在中科院附近 我們看到這新聞報告 是在陽梅地區這邊 所以 他可以研判說 這個地方很可能是一個軍事設施 所以從這樣子來講 他會去研判出來說 這幾個有可能是 當然這個東西我覺得說 老實講要給國防部鼓掌 就是說 這個是近年來少見 真的我覺得非常有創意的一件事情 真的啊 對 還滿有創意 這個東西我們從這裡看 你看 它叫一個 RED快遞公司 一個貨櫃 因為現在的這個指揮車 通常它都是用一個貨櫃去改裝 那國軍的這個軍用的車輛 通常你會看到像這樣子 就它車子七成迷彩的 然後它貨櫃也是七成迷彩 所以你一看 加上一個軍用車牌 你就知道說 這是軍用 一看就知道 對 一看就知道 開在路上也是一樣 可是你說變成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賓士車頭呢 它其實沒有七成迷彩的 它還是維持原來白色的車頭 所以你看民間車子嘛 除非說你在有些人 細心的看一下 你說看它的車牌 是一個藍底白製的 這代表什麼 軍車的車牌 你才發現它可能是軍用車輛 可是這個東西 所以你會看整個看起來 就是一般人 你說開車即使叫來旁邊經過 你想說快遞公司 貨櫃車嘛 這有什麼吸血了 對不對 可是沒想到它竟然是 這個什麼二一的 對 這個我們現在最新研發 這個巡影飛彈的指揮管车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真的要給國王部拍拍手 這個創意想出來的 真的不得了 好 這個是要給他們 ��那個大家 把關於一個人使用在哪裡 消費的車型 快祝你 Persine